寒露的养生食疗 所以在寒露的食节的饮食养生 重点是在平衡阴阳 补足你的元气 所以在饮食上要养肺气 补肾气 让你的抵抗力可以提升 那根据个人的状况 你就可以多吃一点温肺温盛的食品 那古人也说了 秋之灶 以食麻以润灶 这里的麻在讲什么呢 包括说可以多吃芝麻 芽麻仁 杏仁 那另外比较温润的 包括糯米 白米 蜂蜜 这些柔润的食物呢 对你的肺都好 同时呢 可以多吃红枣 山药 这些都可以增加你的抵抗力 让你的体质可以变好一点 那至于不要吃的呢 辛辣的东西不要吃过头 因为过吃辛辣 是辣的啦 发散的东西啦 容易伤我们人体的肺气 在水果上面呢 可以多吃一些梨 柿子 香蕉等 蔬菜呢 我们可以吃红萝卜 冬瓜 莲藕 银耳 还有哦 像是豆类啊 黄豆啊 红豆啊 菌类 香菇类的 菇类的 海带 紫菜 这些都是对我们的肺有好处的 而且 像是海带啊 紫菜啊 它有非常丰富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 其实吃了以后可以增加我们的肺气 尤其是早餐 我们现在已经到寒露的季节了 如果早餐喜欢喝冰豆浆 冰牛奶的人呢 建议这个时候就要改吃温食 最好吃是热粥 不管是白米或糯米粥呢 都有极好的养肺 补肾气的效果 可以多吃点温食 那么流感来临的时候呢 如果你不小心中奖 当然会鼓励你自我隔离 要在家里休息才是最好的 有时候好好睡上几天 躲在被窝里出出汗 流汗了 体温也会比较降了 然后呢 再补吃一点稀饭 白吐司 恢复体力 其实人会好得很快 可是 如果感冒期间 万一有重要的工作 就会议啊 或者期末考试 学生一定要考试 那怎么办呢 其实中医在预防流感上 有很简单的方法 在这边要教大家两个 很简单 一定做得到的